今天是1月14号 周日A股明天就要开盘了 这个周末多个靴子落地 有我们关心的隔壁的宝岛大选 还有股民一直关心的RPO等这些方向 几乎都是名牌了 那在这种行情下 很多人不看好 甚至有人或说跌到2600跌到2500 但是又有一部分人相对来说看好 认为这是一个大抵历史的大抵 那到底该怎么看呢 还有就是在多个利好的加持下 下周的这个行情哪些是重点呢 大家这些问题我们就盘面做一个分析 在讲分析之前 大家评论区一波888支持一下 对于这个A股的走势 大家都知道我们的下跌 有很多个原因导致的 以后这段时间出去下跌的话 有很多原因可能是大家怕 怕什么呢 大家应该都知道吧 我们的宝岛对吧 这几天在选举这个事 但是已经是什么靴子落地了 但从某些方面来说 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完美 对吧 可能很多会说 哎呀 这是不是会有一些什么激烈的一些事件 所以从某些意义来讲 我觉得反而是好事 是吧 靴子落地就不用遮遮掩掩了 我相信我们的高层 是吧 他肯定有各种各样的应对的一个措施 应对的方案 所以落地了 反而是好事 当然 也有一个方向要值得重视 毕竟朝着我们 对吧 不太好的方向去了 这个方向就应该获得资金的关注 那么这个方向是谁呢 等一下我们来讲 好 除了这个事之外 就是大家一直是吧 一直念念的RPO事件 高层也给出明确的信号 不会停 但是会缓 合理规划 说明了这个市场 融资仍然是排在第一位的 所以融资不会变 还有就是大家一直关心的做空 没有停 大股东套现没有停 这很多一看 这就是利空 对吧 大利空 但是反过来我们又想一下 时隔两年多了 这个村里开会 突然说这个事 是不是预示这个问题呢 有动作了 对吧 好 这是另一个 对吧 削值落地 但从这一段时间的走势 以及市场的这个这个 表现来看 我都是觉得这个位置 超低反弹的概率是越来越高了 也就是说多空双方进入决战的概率是越来越高了 刚才说的是一些利空方面的 那好 我们现在来说利好 对吧 首先第一个利好是什么呢 大家应该知道吧 我们的这个数据去了 就是两融数据 超预期 超了一 应该是超了一万多个亿 可以说这里给了大家一个 非常的一个好的 一个什么一个现象 那是我们的资金面是属于宽松的 就是我们的资金面相对来说是属于宽松的 也就是说我们市场 按理说是不缺钱的 他们不缺钱 那不缺钱 为什么股市货走成这样 这里我们记得看另一个数据 什么数据 就是去年就是2023年2023年中国的银行里面存款 大家知道吗 达到280多万亿 200多80多万亿 这什么概念 我看一下 这个不是重点 重点是什么 同比增长 同比增长10% 这个才是重点 这个才是重点 也就是说大家越来越喜欢存钱了 把钱存在银行了 那很多会说了 那感觉我就是越来越穷了 我就是没钱 那为什么还有那么多钱存在银行 200多 280多万亿 还有存款增加10% 那这个钱到底是什么 是哪里来的 说白了 因为我们中国财富差距是越越大了 小部分人掌握了大部分财富 那么大多数人可能你还在什么 为了生活在挣扎对吧 为了生活在每天奔波 你可能一天是吧 10个小时 四几个小时 你才赚了为200块钱 300块钱对不对 但是有限他一天 哪怕工作1个小时 2个小时 擅自他一天 1个小时都不都不用工作 对吧 每天就是什么 就是完 他钱也花不完 对不对 所以这是重点 那么这些有钱的人 钱越来越多 以后他们钱又不忙 再加上现在房子不景气 对吧 房子又不行 那么房子不行了 就不会去什么 不会去投资房产 不会去什么 去炒房了 那么再加上我们的资本市场 你大家都知道股市不好 基金股票都在亏 那么这个钱自然而然 就是什么 就到了银行里面去了 是不是银行存款增加了 但是很多人说银行存款增加了 以后感觉是吧 国家越来越富了 但是我们很多的普通老百姓 感觉日子越来越难过了 其实就是这个原因 财富差距的拉大 也就是说越有钱的人 他钱赚的越多 他现在是股市不好 这个房产不好 那么钱就从那银行去了 但是你没钱的人 还在为了是吧 还在为了这一天 100块钱 200块钱 300块钱奔波 就是这么回事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这个变化做细节 但是某种意义上来说 我们的市场并不缺钱 对吧 并不缺 缺的是什么 缺的是赚钱的机会 就是我们的A股市场 它并不缺钱 缺的是赚钱的机会 那么我说这个赚钱 几乎很多会出来了 赚钱几乎主要集中那里 主要集中在业务 那些有钱的人在里面 对吧 比如说rpu环节 对不对 rpu环节 上市公司的老板 大股东是不是赚钱 赚了蓬堡帮忙吗 证券公司是不是赚钱 赚了蓬堡帮忙吗 还有一些其他的光临方 是不是赚了蓬堡帮忙 但是我想告诉大家是 在这个企业这公司上市后 是吧 大多数买他的普通的股民 普通的散户 有没赚钱 没赚钱 甚至还是亏钱的 结果你的钱又被他 对吧 又到他们口袋里去了 结果他们是越来越有钱 这里就是一个什么一个循环 大家看一下大股东 是吧 上市以后我就套现套现 把这个钱套出去 套出去干嘛呢 是吧 那他的钱越来越多 那没办法 我就存银行 对吧 所以银行的存款越来越多 银行存款越来越多 这个钱并不是我们普通老百姓存的钱 普通老百姓可能也存了钱 存了一部分 但是大多数是什么 是这些有钱人存的钱 这么说 大家是不是理解了 是不是清楚了 所以市场走成这样子的 并不是我们的股民不想涨 并不是市场不想涨 其实市场在这位置是非常低的 包括是吧 村里都说了这个位置是什么 是具备价值的 包括外媒 大家看一下都在讲A股 这个明显是低估了 对不对 还记得把我在前几天跟大家说过 我不说别的 就说我们各行各业的行业龙头 比如说我们的现在行业龙头 就是比如说电商龙头这么大 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也是在美股上市 大家看一下 阿里巴巴美股对吧 阿里巴巴美股的话 现在是怎么 你看他走势 是不是很弱 感觉就是这么 就是一路下跌 一路下跌 一路走低 以后看他的市盈率 他市盈率多少 他市盈率现在大概在什么 10倍 他的市盈率在10倍 他是我们中国里面 目前来说 是属于电商的龙头 对吧 淘宝天洼大家都知道 但是你看一下美股的电商龙头 是吧 应该知道亚马逊 可是你看他的走势 他走势什么 一路走高震荡走高 这个可能你相比起 美国的这些科技股 他可能还是偏弱一点点 但是相比起这个整个行业来说 他是非常强劲的 问题是你看他的一个市盈率多少 79倍 他市盈率是79倍 阿里巴巴是多少 10倍相差差不多近8倍的距离 所以这从侧面反映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的中国资产 我们严重的被低估了 严重被低估了 在前期我也跟大家讲过 比如说比亚迪 还有就是和特斯拉的对比 也是相差了好几倍 这里大家是一定要注意的 因为我从某些方面来说 我们的中国很多的一些资产 都已经是明显跌的是吧 跌的太惨了 然后村里也说了要立周期布局 当然不会一下两下去改变的 这里我觉得还需要一个比较 比较一个大的一个招 什么招 就是我们的市场明显的下跌 这个是非理性的 主要是什么 是做空导致的 对吧 但是做空 我们想的这些 都没有实现 比如说融券做空没有停 比如说线锁股没有进 对吧 但是他可以通过什么 通过这做空方 做出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什么动作 比如说 大家应该都知道 这个周末 券商龙头 不是券商龙头 就是我们的金融龙头 中信集团 对不对 他中信集团 就他不仅包括是中信证券 他还有什么中信期户等等 这个集团 这个集团的一个什么管理层高层被逮了 对吧 这可能就是一个信号 就是以他为代表的做空方 可能会进入一个什么 一个非常严格的一个监管方面 以后你如果再推进的话 那我就什么 可能要该逮的该逮 要你什么 要你去吃大锅饭 对吧 可能是这个事 所以我觉得这里是 下一个目标 下一个目标 但不过怎么样 从周末发生的这些情况来看 感觉就是实质性的利好 不是很多 当然也别不说没有实质性利好 实质性利好还是有的 它主要是属于一个什么 行业性的利好 行业性利好 我感觉高层没有招了 我感觉他这个高层没有招了 又回到原来的老套路 大家知道老套路是什么 老套路是搞 房地产 搞大基建 我觉得他也是想搞这个老套路 那为什么说搞老套路呢 这个这段时间大家应该知道 房地产是赢了多个利好 什么利好呢 记得吧 大城市 比如说深圳 深圳还有什么 广州 等等这些大城市 现在有个什么 新的计划 什么计划 城中尊改造计划 对吧 现在这个城中村 可能会加速推进改造 你想想城中中改造的话 会不会对整个的一个房地产 行业形成一个刺激 所以我觉得高层 现在一个目标就是什么呢 就是稳 就是先稳住了什么房地产 稳住房地产 你要把房地产 至少你要什么 要不用再跌了 不用再大跌了 稳住房地产 稳住房地产以后 你什么 以消费拉动投资 以消费带动经济 大概应该是这样子的 还记得 前多时间跟大家讲 2024年高层给我们中国的 经济的一个定位 就是什么 促消费年 对不对 促消费 其实说白了 这个时候我们大力的什么 大力的发展 大基建房地产了 这个肯定是不现实的 现在他出了各种各样的政策 包括是吧 成都村改造 他只有一个字就是稳 以房地产稳住市场 以后以大消费 刺激这个什么 刺激市场的一个什么 一个流动 这个大消费到底是在哪里的 其实我不说 大家应该也清楚了 也明白了 我讲了很多次视频 跟大家说过这个事 所以从这些数据 以及这些信息综合来看 A股 我觉得不必要悲观 至少这个位置 你不能轻易的去割入了 对不对 好 有利好加持下的房地产 对吧 这个行业在接下来会怎么办 其实好办 就是超跌反弹 你有低位的 你可以去博 你在这个位置套住的没关系 趁这个反弹 有拉高的机会 给你逢高减称的机会 可以先跑了再说 先跑了再说 我想告诉你房地产 不可能像以前那样子出现大涨 大涨大涨大涨 出现一个什么惊天大逆转 这个是很难持续的 只不过是跌了时间久了 跌了时间长了 它可能会出现一个什么 超级的反弹 其实在2023年结束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的国务院的一些数据 我们就是我们的科学院的一些数据 不是国务院 科学院的一些一些数据 他说2024年的中国的GDP 增幅大概在3%左右 对吧 但有一个不确定因素 就是房地产的事 对吧 房地产这个事 不说不说变好 但也不能变差 说白了就是房地产 你至少要稳 如果房地产再出现是吧 红大正样事 出现一个两个的话 那想想影响会很大 那可能5.3%就守不住了 当然也有一个就是 我们高层出现一个大智慧 对吧 解决房地产困境 因为房地产稳中上升 那么经济也有可能什么 在5.3这个基础上 出现一个什么 出现一个相符 这个是一个关键 其实不仅仅是我们的科学院的数据 包括外媒的一些数据 外媒成绩也跟我们说过 也跟我们预测过 对吧 他说2024年中国的什么GDP 大概增幅也在5.3% 所以外媒算的比较准 这个是不是提前知道 这个不好说 从某东西上说 他也说我们的关键点在这里 在房地产 所以现在的中国的 不管是经济也好 还是股市也好 房地产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位置 关键的一个点了 房地产稳 经济稳 股市稳对吧 房地产不稳 那么经济下滑 那么股市又给了一些空头 做空的一些什么借口 对不对 说说说这个事实是对整个市场影响是比较大的 好 那说到具体的操作 就是大家在操作上面 不要盲目的去追高 不要盲目去冲 就是的 好 回到最开始的问题 我们的宝岛事件 还有隔壁的寒潮事件 这里直接涉及到就是什么 我相信大家应该知道 这几个 段时间 涉及到的都是什么军工系 是吧 军工尤为重要了 这个时候 我不能再盲目的看空军工的 不能被他盲目的做空军工的 因为是不仅仅是我们周边不平静 包括什么大洋彼岸 包括其他地方 都存在在这种什么擦枪折火 或者说激烈的对抗 对吧 现在这个世界感觉越来越不平静的 感觉越来越不安全了 所以一旦出现什么大规模的爆发冲突的话 你想想军工会不会起来 军工会不会来 所以这个事你再去看空军工 明显的不靠谱 对吧 那军工里面的核心看点在哪里 其实我在前期也跟大家讲过 对吧 核心看点一个是什么 以传播为系的中传系 对吧 这个一定注意 因为我们很多地方是跟海有关系的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宝岛附近 我们南海附近 我们的东海附近 都是跟传播有关系 所以中传系 这个方向是一定要注意和重视的 还有就是现在战争打的是什么 打的是科技 对吧 那么以卫星为重点 对吧 卫星这一块是不是也要注意也要重视 还有就是什么 航天这一块 对吧 其实差不多 航天卫星都差不多 另外一个就是什么 就是以飞机系为代表的对吧 现在打的就是什么 就是这些现代化的战争 所以这些值得大家注意 是不是 好 除了这些之外 大家最为关注的一个点 就是 周末对于确商板块来说 是非常的非常让人无语的 有中信的利空 同样有中信的利好 还有其他的利好 什么利好 中信大股东真词 这是其一 还有就是证券板块的一个重组 并没有什么 并没有停对吧 国盛基金控 也是重组了 收购了 你可以去看一下 那么国盛基金控 他重组 是不是就代表说 后面还会有更多的票来重组 对吧 所以高层对证券板块的什么 重组做大做强 让人没有变 思路没有变 所以证券板块 是不是有机会在这里 赢了一波反弹反抽 另外一个就是有 有几家的证券发布了2023年的 这个业绩爆 业绩爆 那从从这业绩方面来看 表现整体偏优秀 至少目前发布的这几家来看 还是偏优秀的 至少他们的业绩是稳中上升的 稳中上升的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 这个时候的证券是很有可能在这里 迎来一波反击的 A股这段时间的杀跌就跟他有关系 证券的压制导致市场的压制 但一旦证券板块出现底部的反弹反转的话 那些市场会不会起来 会不会冲起来 所以这是大家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重视的 好 说了这么多 可能大家会说 我们的中国经济在是吧 或者中国的市场 在接下来的重点在哪里 其实不用我说 也给大家说过很多回 科技加汽车 这个是我说了很多回的 科技不用我说了吗 是吧 全球都在是吧 争夺科技制高点 你像美股的科技股 苹果 微圆 这些你看 包括做芯片的 都在涨涨涨 就是说科技是发展的 我们的科技远远比人家是差的远的 说我们的科技 科学肯定会有一些动作 比如说现在全球的一些主战场 人工智能 机器人 数字经济等等 这些方向仍然没走 仍然是重点 调整来就是机会 还有就是刚才提到的一个大消费 大消费 促进市场的一个什么 促进市场的一个经济的发展 那么大消费主要几种是谁 其实我 你应该都知道 汽车对不对 你想想 汽车是不是属于大消费品种 对吧 你买一个车至少也 耍得也要几万 多的几十万上百万 那么如果是几十万上百万 其实一辆车就相当于一台 就相当一套房 甚至车车的消费 北房的消费还快对吧 因为你车要磨损了 你车要什么 要折旧 对吧 防止买进去 可能你什么 住个几十年 也几十万可以住个几十年 但是你个车的话 你几十万的话 可能就那么几年 十几年就没了 就报了对吧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大消费品 以消费带动经济的发展 这个是一定要注意的 我这么说 大家就应该清楚了 接下来我们市场 如果说出现反弹的话 是吧 哪些是重点 哪些是焦点 大家就会一目了然 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些核心资产 就是核心资产 核心资产是什么意思 大家去看 就各大行业里面的一些北马龙头 对吧 近期有很多票感觉也跌不动的 就说他前期经过一亿能 持续的不断的下跌 对吧 近期有什么 有奇闻反弹那些迹象 所以大家也是值得重视 你比如说 前期撒了比较厉害的一些品种 近期都有开始新闻的 不说别的 就说银行 对吧 银行板块前期撒了比较厉害的 是谁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这个银行 刀商银行 对不对 你看这段时间是不是开始走强了 是吧 经过连续的沙天是不是开始走强了 慢慢的又爬起来 对不对 那么像这种核心的一些板块 个股的话 一起码的话 市场不就钱了吗 当然这些只是 只是行业里面的一些什么 一些个别的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 北马比如说我们的电气龙头 比如说我们的重工龙头等等 这些是吧 很多都已经开始有一个什么 底部奇门的信仰 这就是一个好事 就说A股 就算这个位置不是底 也不是底 也离底部很近了 所以你在这个位置去耕肉的话 是明显的不靠谱的 甚至包括外资都怕了 对不对 这种在这几天不是爆出了很多的 一些海外的一些做空 中国的股票的一些 ATF对吧 都出现了一些平仓的走势 说白了就是在这个位置 你再去做空中国股市的话 做空中国金融资产的话 可能会面临着相对偏大的风险 也就是说风险 大于是吧 大于是机会了 对不对 大家都知道机会大于风险的时候 我们就使劲看 风险大于机会的时候 我们就谨慎一点 就这么回事 所以大家也没必要纠结了 如果说下面接下来A股再下一层的话 再次往下撒了跌跌的话 我觉得反而要什么 要坚持 要坚持 或者说有资金的 可以慢慢的积压顶仓 也是没有问题的 好 这期视频我们到这里就结束